好 天气的新闻关注完了之后呢 来关心这个政治的消息 中共十二十大呢 在今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 是已经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开幕了 外传民进党在选前 有意举办大型的造势 被外界解读 是不是想要主打变奏版的抗中保台呢 好 对此哦 这个台北上参选人黄珊珊就被问到 她批评说 这个抗中保台要保护的是 台湾人的台 还是某个执政党的政治舞台呢 今天上午她走访这个松江市场的时候 也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针对这个抗中保台的议题呢 她是回应说 台湾哪有人不保台呢 重点是抗中保台的这个台 是保护台湾人的台 还是某个执政党的这个政治舞台 她今天是有做出回应的 黄珊珊强调说呢 如果还是要继续操作这些的话 相信台湾人的智慧是不会这么低的 好 另一方面呢 除了北市选情 高雄的部分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今天呢 则是南下高雄 陪这个国民党级的高雄市场参选 柯志恩来拜票 两个人就谈起了这个 最近黎忍哲是感叹啊 民进党二度执政哦 腐化程度呢 比过去更快了 还有前立委林国庆呢 昨天晚间在嘉义站台的时候 也是批评这个民进党被林民意哦 赵绍康说呢 从李远哲到林国庆 他们的游行呢 其实代表的是全民共事 民进党堕落呢 是这个选民们惯坏的 抗中保台变成了做坏事的护身符 但是他认为这个边际效应呢 也正在递检当中 好随着这个边际效应正在递检 民进党现在是不是有危机四伏呢 好算一算哦 可能哦 目前有四大危机 哪四大 比方说啊 像是这个陈时中啊 英文说错了 因为日前呢 他在这个跟国际友人的 见面会上打招呼 他说how are you going 应该是how are you doing 他讲的how are you going 英文说错了 就被质疑说呢 没有人这样用啦 那么绿营支持者呢 就反击说这是澳洲用语 好对于这样子的回应呢 那个我们的精神科医师 沈正南就表示说 明明啊 官网的影片字幕 下面这个影片字幕跑出来是 how are you doing 绿营你还在硬凹吗 好就是自自然染的翻版吗 意识形态跟党同乏意 竟然连错别字 也要在那边乱扯乱听 他指出呢 在这个自自然染事件之后 民党2018年大败了 how are you going 这件事说是警告已经来不及了 而是一个恶照 那么其他还有什么呢 比方说像是这个蔡碧如的论文案啦 好他立刻就辞去了这个立委的一职 也为民众党来加分了 另外面对蓝营的部分呢 是有十位女性来出战 那绿营呢 狂酸乱骂一通的 最后还有这个coco姐啊 周玉寇 骂高端是倒霉族 所以呢也让蓝白阵营又加了一次分喔 所以呢看来这个民进党呢 要面对目前的四大危机了 那么在台北市选情的部分当然是相当紧绷喔 柯文哲呢昨天也帮这个党内的小鸡来站台 他说蒋万安的票是比较高的 因为呢选民怕陈时中当选 但他看过民调了陈时中不会当选 要大家恐惧解除之后呢 投给黄珊珊操作这个气宝 结果引发了蓝绿阵营的围攻 那么柯文哲还说如果有人要投给陈时中 他要特别教育一下 民众党立委蔡碧如扫到论文风暴台风尾 冲击选情辞去立委 党主席柯文哲帮小鸡站台火力升温 陈时中就不用讲了 我又不想再提点他 你们会有人投给陈时中吗 那我会投给陈时中等一下留下 我再个别教育 用这样的讲法就有一点点 有意图使人不当选的味道了 柯文哲带小鸡向前冲 边拉票左批陈时中 党买BNT疫苗护航高端 但也不忘诱打蒋万安 至于蒋万安的市政能力 柯文哲谈起民调 透露陈时中在谷底难翻身 至于黄珊珊跟蒋万安 柯文哲开始打气宝牌 台北市场选情紧绷 三位参选人不断凸显自己 以免沦为遭气宝对象 记者谢宏如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好日前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他在节目上头是提到说 这个民进党的新竹市场参选人 沈慧弘曾经答应柯文哲要去台北任职 结果被沈慧弘以选霸法意图使人不当选 而传播不实罪来提告 吴子佳说他下星期也要去告沈慧弘诬告 还要传柯文哲来当证人 那么今天柯文哲很无奈的说 选举要到了什么怪事都有 另外谈到了民党总召柯建民 再度点名高宏安的论文问题 柯文哲也说呢 最近这个柯建民真的很怪 不晓得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谈到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他说他要去告沈慧弘告他 然后还说慧弘 就是主案你说当证人 要证实沈慧弘答应要去台北这件事情 我感谢想 选举到了大家都变得不太正常 沈慧弘告个吴子佳 那吴子佳在告沈慧弘 那最后就被人柯文哲来当证人 你那是吗 董事长你会去吗 我跟你说其实我也非常清楚 一旋软什么又都没有了 泰壁如委员他是提出辞权 不过这个民进党总的叫柯建民 平面报导说他要提醒大家 除了泰壁如之外不要忘记高宏安 因为高宏安的问题是泰壁如更严重 唉老实讲我也觉得 柯建民我认识他也应该快要 应该超过二十几年吧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他最近的表现跟他平常的风格 形式风格完全不一样 我都不晓得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也不喜欢说 人家有一句成语 英语的成语 住在玻璃屋里面的人 不要向外丢石头 这叫什么意思你知道 人家石头一丢回来 你玻璃就破了 所以 我跟你说 我也不愿在这个地方 去讲老特什么东西 我说 我还是那句话 住在玻璃屋的人 不要往外丢石头 在玻璃屋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磁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好